創下昨天講到 郭台銘的陣營有一個 換函AP計畫 今天還追蹤到 郭台銘陣營還準備了 一個連署APP 隨時可能發動連署的攻擊 然而整個國民黨內部 現在氣氛真的是鬼月很詭絕 搞不好郭台銘等到鬼月過後 政治上的抓交替 真的會付諸實現 國民黨內部的氣氛是很詭絕 可是這兩天 台灣的氣氛是非常的科學 也非常的醫學 因為感謝韓國瑜 一個國家機器 然後他的車子被裝了追蹤器之後 突然之間科普知識大爆發 精神醫學大分享 所以很多的醫生 很多的網路都出來告訴你說 昨天是告訴你說 什麼叫做酒精階段症候群 就是一個人如果常常要喝酒 突然之間不能喝酒了 很有壓力的時候 他會有幻覺 他會有一個被迫害患獎症 他可能精神是常常提不起來的 這個整個人會搖搖擺擺的 然後到今天呢 有一個東春城的健康診療室 告訴你說 原來在精神醫學裡面有六種幻想 這六種幻想呢 剛好很多人看了以後呢 好像都心有領會 為什麼心有領會呢 比如說第一個呢 叫被害妄想 這個很多的被害妄想是 像美國有很多人以為是 51區的外星人在迫害他 然後台灣呢或其他世界各國呢 國家機器才破壞他 他做什麼事情 國家機器都在破壞他 然後還有一個思維管波的一個幻想 什麼叫思維管波幻想呢 就是覺得他腦袋裡面 他說一舉一動 好像呢 整個音波已經被人家監製了 已經被鎖定 他想什麼人家都知道 他要寫什麼稿子人家都知道 支配妄想 認為自己呢 所作所為呢 都是受到別人的控制 好像有很多無形的手在操控他 然後自大妄想 覺得自己一定是唯一的真神 所以他要征服宇宙 然後所以這樣一個情況出來之後 大家就想說 哇 怎麼突然之間在網路上 這樣一個過去很冷氣的精神科學 大家拼命分享 因為大家就覺得 跟一些時事是有關係的 而這樣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呢 因為搭配到就是 你一個國家機器這件事情 很多人就開始覺得說 你韓國瑜是不是真的壓力太大了 除了這麼多的狀況 而他的壓力還有一個 就是農曆七月我們都知道 要抓交替嘛 而這抓交替裡面呢 老鼠呢 如果被貓抓到 貓通常不會立刻吃掉它 貓呢 老虎也是貓科吧 貓會慢慢玩慢慢玩 玩到時機到了才一口咬下去 所以現在好像這個老鼠在玩貓 也玩到了這個樣抓交替 就是國民黨是不是會 不可能實質 不可能行事換語 但是韓國瑜 真的已經撐不住了 嗯 是不是泛男還有一個人 可以出來救 這樣一個抓交替的氣氛 是出來的 所以昨天呢傳出來說 欸郭台銘有那個 整個要參選總統的AB計畫 今天更新的 在中午出來的最新消息是 郭台銘在週一的時候呢 已經去發包找了公司 幫他做網路連署APP 那這網路連署APP 就是說 這會告訴你說 怎麼樣去下載這連署單 連署的格式是什麼 連署程式是什麼 怎樣透過網路去擴大這樣一個連署 然後呢 這個狀況一出來就代表著 欸郭台銘是不是真的準備 到了農曆八月結束之後 開始要再做 或者農曆七月底 快要結束之前 抓交替是可能發生的 因為韓國瑜是快要挺不住的 這個情況 可是這個狀況裡面呢 韓國瑜呢也很好 也很積極 他也發現他的危機 他被抓交替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了 所以他開始到處 我們知道說 你面對各種壓力的時候 你要貼服嘛 各種的附身壺要去求 所以他今天呢 中午的時候在金華酒店 就跟美國人在求了 他要去跟美國人 美僑商會 IT要去美國訪問 證明說 美國承認他是國民黨唯一提名 所以他到這邊去 也就到處貼服啊 而且他的那個狀況呢 他先前的時候 中聯辦到香港中聯辦 那樣一個姿態 那樣一個非常恭敬的姿態 引起爭議 可是他現在到了美國 告訴你說 我對你美國更忠誠 他在那個美僑商會的演講裡面 他特別提到說 38年前 我幫你們美國人是看門的 哇 他告訴你美國 我是幫你看門的 因為他38年前呢 在美國的 美軍CLAMP前面打工 他就是在門口裡面看門 講給美國人聽 我是你的看門的 所以會看到說 他這個時候 雖然國台辦 雖然中共非常生氣 耿爽很不爽 叫你那個F-16V66架 美國立刻收回去 可是 他呢 整個韓國瑜 早就寫好的稿子 讚揚 川普把那個F-16 賣給台灣 所以他現在緊急著要抓著 美國這個福外要貼上來 要護身 然後呢 曾永權也要幫他護身了 已經下令了 就是說 所有國民黨 你們要那些什麼縣市長 不要再跟我講 你要不要當競選主委 所有的每個縣市 都可以趕快的貼出來 跟韓國瑜的合照 證明說我們國民黨 是力挺韓國瑜的 這又要貼一個護身符 然後所以你會看到說 整個韓國瑜 那貼了這個之後 那整個韓國瑜的民調 就可以搶救我嗎 就是說 國民黨 開除了幾個 這個黨員跟成員之後 想要鞏固韓國瑜的 政治選情跟政治行情嘛 曾永權下令可以搶救 國瑜黨嗎 這個東西動下來之後 當然就很多人會 至少呢 我表面功夫要做一做吧 反正貼張照片有什麼關係 反正到時候一定是 中央給錢嘛 拍了這個看板 是中央給錢嘛 那中央給錢呢 當然 但是如果中央給錢的 政治看板 對我有政治傷害呢 因為討厭國瑜黨 如果已經變成全台最大黨的話 那任何要爭取選舉 跟選票的人 跟韓國瑜的合照 貼出來到底是加分還是選分 所以雖然下了這個命令 你會看到觀望氣氛還是很重啊 上次2014年的時候也是有下令啊 要跟馬英九合照 所以很多人呢 還是不願意跟馬英九合照 因為大家都很怕那句話 票投某某某 就是票投馬英九 然後很多人當時 只要跟馬英九合照都垮了 可是你會看到就是 韓國瑜在面對這個抓交替的情況之下 到處去找護身符 到處想要大捕 這樣一個壓力是很大的 而郭台銘呢 老鼠在玩貓 不是貓在玩老鼠 也是玩的呢 看起來即將要把他的貓爪給伸出來了 那郭台銘喔 一方面可能佈局一個 國民黨內幻語的這個結構 跟政治氛圍之外 另外一方面討厭國瑜黨 包含了綠營打韓國瑜 然後柯文哲打蔡衍明 那現在感覺上是兵分兩路 這個蔡衍明跟韓國瑜的政治partner 政治組合是兩面喔 事實上是四面受敵 其實韓國瑜現在是四面受敵 而整個柯文哲呢 因為他上個禮拜話太多了 那話太多之後呢 當郭台銘和王金平 啟動了管教餓貓之後 所以柯文哲當然知道說 他必須要有投名狀 所以這個投名狀是什麼呢 所以他繼續的跟蔡衍明 繼續槓上去 你講清楚 你跟國台辦到底是什麼關係 你要自己回答 然後整個蔡衍明也繼續去問他們 所以這兩個人就一直打 但是這裡面呢 當然柯文哲會繼續受傷 可是柯文哲繼續受傷的結果就是說 他呢更不可能是 直接再去參選2020了 但是他呢 對郭台銘來講 對王金平來講 那你就更要依附我 你就更要聽我 所以他們呢 也在管教柯文哲這隻二包 而柯文哲呢 這個時候知道 因為郭台銘最討厭的人 就是蔡衍明 所以柯文哲跟蔡衍明越纏鬥 那郭台銘呢 就置身事外 所以至少這幾天喔 你在那個媒體裡面喔 很少看到郭台銘了 對 都是柯文哲 整個鬼月郭台銘完全沒有出來現實 沒有出來了對不對 對 然後郭台銘是一個政治鬼魅 如影隨行 使得國民黨跟韓國瑜陣寧 覺得非常的憂鬱 就是說這完全是一個鬼月鬼故事 而且政治鬼魅喔 在後面感覺是有鷹鵡的力量 感覺也可以動員柯文哲 然後對於韓國瑜陣寧跟蔡衍明的 這一個集團來講 兩邊都倍感壓力 所以這時候韓國瑜最後一招服 就是藍綠對決 所以他才要去動不動 什麼都去挑戰蔡英文 去攻擊蔡英文 希望藍綠對決去鞏固他的韓粉 可是呢 他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還是看到他的選票繼續流失 上個禮拜品觀點是37.1 認為他是希望換掉他 而這個禮拜的蘋果45.5 所以如果韓國瑜繼續的 在這樣一個對決之下 這個樣子抓交替 恐怕真的到月底的時候 會成了一個越來越具體的故事 好那創下台美關係 事實上過去一年半以來 是這個不斷的越來越緊密的 是的這種緊密是在哪裡 就是對川普來講呢 他非常的清楚知道說 要台灣就是他在整個亞太裡面的 一個重心 一個核心 一個樞紐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過去這一年多來呢 他最信賴的 而且他表達他信賴的 就是蔡英文 就是民進黨 然後呢 這個過程中呢 你要挑戰他的 對美國來講民主國家 你們當然可以有選舉嘛 可是要挑戰的呢 過去的時候去視察的 那個呢 柯文哲去了以後呢 就可蘭怡說 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呢 韓國瑜自己又去 去了那一次呢 在那費政卿中心裡面 是有一個軍方退役的人 然後也是當過阿富汗大使的 跟他談了以後呢 透過台灣的媒體說 根本不知道韓國瑜的觀念是什麼 現在已經不是馬英九時代 他的九二共識 完全沒有跟上十四 所以這兩個人都被quitter掉了 所以quitter掉的時候 你會看到 剛好台美關係四十年 對於蔡英文 對於台灣的軍事 而且這次呢 已經突破了 這個是在當年卡特 跟鄧小平的一個默契 台灣的軍機 不能超過數量 就是已經跟你超過了 台灣的軍機 不能有優於 中共的同樣的武器 我們也超過了 所以美國告訴你的是 現在台北關係 過去的時候 為了跟你結盟 為了跟你簽合約 所以呢 以中國說得算 現在川普很清楚講 美國說得算 而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在這個狀況裡面 國民黨其實多數的人 是親美派的 他們都有壓力 那你韓國瑜該怎麼辦 所以7月15號之後 我所知的是 韓國瑜不是就放出來說 他要去美國嗎 然後後面呢 其實在美西的商社 那個佩芬姐姐 有給我看過的照片 他們就發出了一張海報了 8月2號 李嘉芬要來 但是結果呢 美國沒有反應 所以後面8月1號 取消 那韓國瑜後面呢 組了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說 失蹤20小時之後 他不是去找了蘇琪嗎 因為過去馬英九時代 負責美國關係 國安局 國安會是蘇琪 所以開始 國民黨的正需人 開始幫他動 然後美僑商會呢 前一段時間 又傳出來一件事情 美僑商會內部 在吃飯的時候 在討論 國民黨會不會壞魚 國民黨會不會壞魚 連美僑商會都談 所以呢 我在美僑商會的朋友裡面 也說韓國瑜發現 如果美國不表一個態 美國沒有一個姿態 韓國瑜的正統性 正當性 都沒有辦法 所以美僑商會那邊 也是國民黨的這些 長期跟美國互動的學者 還有那些企業 以過去的財經官員 去講一講 所以今天中午去演講了 去演講了 然後再弄 可是韓國瑜這樣子 能夠讓美國覺得 有狀況嗎 認同嗎 你去看看 匡英節不是專程去的 而是你韓國瑜搞去的 所以其實美國呢 還是在停看廳之中